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真实面目 从此我逃 她追 她绿帽一堆 这次的合作商是个奇葩 别人谈合作都是约在饭店 茶馆 或者高尔夫球场 而她约在了深夜的地下拳场 迈进灯光昏暗的室内 掺杂着血腥味的空气 闷的人呼吸困难 脏乱 喧闹的环境 更是使我的眉心猝起来就没舒展过 和中年男人在离拳击台极近的VIP座位上落座 我便开口想不入今天的正题 张总却出声打断了我 姚总啊 咱们今天来是放松心情的 合作的事有的是时间谈 说吧 她招招手叫来了试音声 给台上其中一个拳击手下了不少注 我笑容一僵 心里直骂娘 不谈合作我和你来这破地方扯什么犊子 不过生气归生气 这老东西不能得罪 她手里攥着的项目可是快无数人惦记的大肥肉 耐着性子扭头看向拳击台 跟上面两个满身肌肉块的 外国佬正上演着激烈的搏斗 而台下的观众 有戴着金丝眼镜 文质彬彬的上班族 有身穿校服一脸稚气的乖学生 还有西装革履谈笑风声的大老板 此时他们包掉了身份的伪装 尽情地为那血腥暴力的场面欢呼喝彩 以此发现内心深醋 不能与人言的暴虑欲望 没过几个回合 张总下注的那些拳击手就以惨败告终 被工作人员抬了下去 真他妈晦气 废物 张总把酒杯重重地放到桌上 嘴里愤愤地怒骂 我刚要开口向征性地劝慰几句 却忽然被一道身影吸引了注意力 张总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点了点头 那个人也是在这里打比赛的吗 嗯 马上就要上场了 拳击抬一侧站那个男人 准确来说应该是男孩 看起来也就十八九岁 黑发略长 遮住了部分眉眼 身上薄润的肌肉壁为分明 虽然整体还处于少年人的鲜瘦 但并不雷若 而让我惊奇的是他对面后场的对手 一个欧美熊 那家伙身高至少两米 肌肉紧绷的大腿比男孩腰都粗 让人不禁联想到包了皮的牛蛙 两人相对而立 人跟矫健英挺的男孩 被衬得像个营养不良的小学生 场面滑稽极了 这俩不是一个量级的吧 分到一组会不会不公平 张总绰饮一口酒 不以为意地笑道 公平 这里可不存在公平 这些拳击手都是奔着高昂的薪酬来的 一个月的钱 普通人奋斗一辈子也赚不来 那和谁打 自然也由不得他们做主 而且都签了长期的合同 就算死在台上也是自愿的 只要咱们这些掏了钱的人 看得开心看得爽就够了 台下下注的观众是赌徒 台上的又何尝不是呢 这番话倒是点醒了我 在这劣势规则的地下拳场 只是可惜这男孩了 长得如此可口 今天怕是要把命堵没了 观众下完注 比赛正式开始 双方上一秒还在友好的握手 男孩灵巧的侧头避闪 找准时机迅速轰向对方的脑袋 下一秒坚硬的拳头就砸了过来 如果是正常人接下这一拳 最轻易要脑震荡 但那欧美熊面不改色 像被羽毛扫了扫那般若无其事 自顾自地出拳 丝毫没有要防御的意思 男孩唯一的优势在于灵活 且退且闪 但时间久了 体力消耗过大 闪避的动作明显慢了下来 终于在几个回合后 被欧美熊一拳打中了腹部 他痛苦地弯下腰 吐出一口带血的吐沫 白皙的面颊胀胀得通红 张总故作探婉地摇了摇头 嘖嘖嘖 真可怜啊 我笑而不语心里暗道 装你妈呢 数你鸭看得最欢 接下来的时间 拳击台俨然成了男孩的屠宰场 完全被欧美熊按着打 一拳接着一拳 眼角被划破了 汗水和血乎了满脸 他尝试着反击 但力量差距实在太悬殊 撼动不了对方分毫 最后 欧美熊脸上挂着残忍的笑 将半昏迷的男孩高高举起 像对带垃圾一样扔出了擂台 至此胜负已定 由于大家都压了欧美熊赢 导致赔率极低 所以欢呼尖叫的人寥寥无几 但满脸不渝的应该只有我一个 因为那男孩恰巧被扔到了我脚边 沾血的手攥着我的裤脚 在洁白的布料上留下一抹刺目的血色 我语气冰冷漠然 放手 这套西服昨天刚买 今天就要进垃圾桶了 而且还是因为一个为了钱不要命的陌生人 说不嫌恶肯定是假的 听到我的声音 男孩缓缓抬头 那双被头发遮挡的眼睛 此时我才终于看清 瞳孔黑亮清澈 眼型狭长 即使见过无数美男的 我也不得不承认 这是我见过最好看的一双眼睛 脸侧的血流仍在往下躺 增添了几分腰野的破碎感 他默默与我对视了几秒 嘴唇动了动 你要买人的话 买我吧 嗯 我不解的看向张总 后者哈哈一笑 这里的拳击手合同是能转手的 替他交了违约金 他就不用在这卖命了 带回去可以当保镖 当打手 或者当张总没名说 丢给我个你懂得的眼神 我恍然大悟 没想到还有这种隐藏玩法 挺脏的 只是不知道他为什么偏偏选中了我 难道是因为恰好摔在了我脚边 我也配合地勾了勾唇脚 只不过里面隐含不屑 俯下身低声道 小朋友 姐姐是商人 从来不做溃本买卖 带你走可以 但你要先说说 你能当我的什么 男孩擦了把嘴角的血 天真且坚定地说 我会做饭做家务 出门还可以当保镖 我摇了摇头 我家八个佣人 保镖也暂且不缺 男孩被噎住了 眼里蹊迹的光 随着我嘴角的嘲弄 而渐渐暗下来 伴赏他艰难地爬起身 一瘸拐地走了 张总视线在男孩 落寞的背影上转了几圈 出声提议 姚总 其实这小孩长得不错 要是能听话的话 当个宠物养也挺好 是挺好 据我所知 这老东西 在城郊的别墅里养了五个 快活是快活 但要时刻提防着 被家里的老婆发现 累不累啊 我抿了口酒 轻叹一声 长得是不错 但会的东西太少 还要现交 有什么意思 张总恶劣地笑了笑 也是会伺候人才是王道 下一场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 我也已经看懂了其中的门道 合群地下了卸注 正把玩着手里的筹码时 原本已经离去的男孩折返了回来 脸上的血已经洗干净 也换上了散发着青春气息的运动装 整个人挺拔修长 他在我身前停住脚步 愁愁地开口 姐姐 我有话想对你说 我好整以侠地挑了挑眉 愿闻其想 男孩拧了敏唇 弯腰贴近我的耳朵 我垂眸听着 唇边的笑容越阔越大 片刻他只起身 耳朵红得仿佛要滴下血来 我意味深长地瞥了他一眼 朝不远促的经理勾了勾手指 指着男孩说 他我要带走 为约金刷卡 想不通 一个刚满二十的小屁孩 那傻逼经理怎么好意思 张口管我要五千万的 我由衷地想竖大拇指 不愧是黑全场 哪哪都黑 张总显然也觉得荒谬 趁着酒劲 把自己平日里的圆滑 丢了个干净 直言不会道 开什么玩笑 这些钱都能包几个明星了 哪有这么漫天要价的 经理精灵的脸上堆满尴尬的笑 可他确实就是这个价啊 要不您再看看别人 那个冠军只需要五百万 我顺着经理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赫然看到了欧美雄 正姿牙朝我笑 这他妈的倒贴钱我都不要 其实五千万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大事 如果是用来投资做生意 我可能想也不想变千字了 毕竟那是有概率一本万利的买卖 但要是拿来寻欢作乐 抱歉 我没那么高的追求 即便男孩刚刚的耳语 确实很苟人 而事件的主角一直沉默地站在我身边 见我迟迟没拍拔 他玻璃球似的眼珠转了转 突然低声开口 姐姐 要不还是算了吧 我不想让你为难 此言一出 我不免有些尴尬 刚才喊为约金刷卡的时候有多好 现在就有多久 可确实是谁也没想到他能这么贵啊 但不管怎么说 这算是我莽撞了 既然男孩好心给了个台阶 我打算借坡下驴 丢人就丢人吧 反正这地方我也不常来 做生意这么多年 这点后脸皮还是有的 然而正当我打算开口说话 身后突然传来到奸细的女生 哟 这不是姚总吗 好巧啊 我寻声回头 眉心瞬间紧皱 江源 这个时间他不在家享受牛奶花瓣玉 来这种地方做什么 虽然心里嗷得慌 但我还是很快调整好了表情 皮笑落不笑道 原来是江小姐 好久不见 江源缓步朝这边走来 他一身洁白的公主蓬蓬裙 粉色手提包 再配上那精致的妆容 活像个芭比娃娃手办 但当他一开口说话 那略显刻薄的语调 让明元气质瞬间幻灭 是挺久没见了 如果可以的话 我巴不得咱们这辈子都不见 我笑容不变 那你争取早点死就可以了 江源缺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他嘴上功夫向来不如我 还偏偏爱找茬 搞不懂是什么心理 剑拔弩张地对峙几秒 他又忽然像突然想起了正事似的 嘟囔了一句 今天懒得和你闲扯 便嘴上对全场经理问道 听说你们这今天来来的新人是哪个 经理愣了愣 试探性地指了指我身边的男孩 您说的是他吗 江源扭头看过来 目光在接触到男孩的时候 陡然一亮 对 就是他 哎呀呀 长得是真不错呀 多少钱 不知道为什么 经理汉珠子哗哗往下销 结结巴巴地开口 五五千万 其实到这时候我也是丝毫不慌 五千万 如果说我是付得起 但是不想付的话 那江源就是实实在在地付不起了 他毕业后没有进入家族企业工作 而是安心当起了江家小公主 虽然轻松 但零花钱也有限 听说他前段时间看中了一辆八百万的车 磨了他隔一个月才买下来 所以除非他突然中了彩票 否则这人他肯定买不五千万 太划算了吧 来来来 我现在就给你开支票 我经营商场多年 我自诩是个合格的商人 从不做亏本买卖 但在这一刻我的理智被胜负欲战胜了 冷冷出声 江源 这人是我先看中的 江源颇感奇怪地瞟了我一眼 你不是还没付钱吗 说完他将手伸向男孩 隔着校服揉捏他的胸肌 嘖嘖嘖 手感真好 跟姐姐回家吧 姐姐保证好好疼你 那动作和语气 就像老光棍摸到了小寡妇的屁股大 要多猥琐有多猥琐 然后是张总这种老色胚 都震惊地瞪大眼睛 男孩就更不用说了 吓得连连后退 最后直接躲到了我身后 慌张地攥紧了我的胳膊 摇 摇姐姐 我不想和她 我冷眼看着这场闹剧 心里的愤怒的火苗 不停被添柴 仿佛只需要一个契机 便会燎原 很快契机来了 只听江源用得意的口吻说 躲什么呀 你摇文姐姐买不起你 我才是你的大金主 马上就是我的人了 回家还有更过分的 怕 江源的话戛然而止 她捂着半边脸 惊诧地瞪着我 你你敢打我 我随意甩了甩右手 刚才那巴掌 我用了十成十的力 震得手心直发马 需要的抬起下巴 目光像看垃圾似的 看着江源 打你怎么了 你算了什么东西 我和江源向来不太对付 原因很简单 她喜欢了多年的宋家大公子 之前追过我 但被我拒绝了 所以也不知道 她是为宋明打抱不平 还是怎么的 总是和我作对 而我一直选择冷处理 懒得和她一般见识 可谁知道 她今年竟然能荒唐到这种程度 说我买不起 划天下之大击 下一秒 我想也不想地 从包里掏出支票 快速写下一串数字 两指夹着递给经理 淡漠开口 五千万 人我带走了 但奇怪的是 经理没立刻接 他紧张地咽了咽口水 下意识看向我身后的男孩 我当即拎眉 你看他干什么 你做不了主吗 此言一出 男孩在我看不到的角度 轻飘飘扫了一眼经理 暗藏凛冽的寒光 经理浑身一抖 立马双手 接过支票 对我点头哈腰 能做主 能做主 何庭未来五年就归您了 回去的路上 司机在前面兼没驾驶 中间升起的挡板 将车厢划分成两个世界 后排也安静极了 第一次花这么多钱买个消遣 我闭着眼 缓缓吐出一口气 真他妈是色令之婚啊 何庭在我身边 端端正正地坐着 见我面色不渝 他小心翼翼地开口 姐姐 你生日不开心啊 我确实不开心 但不是因为他 而是因为江源 江源平日里虽然蠢了点 但顾及这家族脸面 还是挺端着名媛架子的 所以对于他今天莫名其妙的发疯 我总觉得 其中暗藏隐情 却又抓不住什么头绪 但这火没理由 迁怒到何庭身上 我似真似假地叹道 是啊 为了数你 我几乎是倾家荡产 怎么开心得起来呢 男孩噎了噎 紧接着说出一句 让我始料未及的话 我是男人 以后我可以养你 我被这话逗得忍不住乐 然后有兴趣地问 哦 你怎么养我 努力工作赚钱 我摇摇头 那可能不够 养我很贵的 何庭抿了抿唇 低头沉思 好看得眉微微醋着 半赏 他像下定了什么决心 一脸认真地开口 听别人说电瓶很值钱 我可以偷电瓶车养你 噗 我笑得前仰后合 眼泪都快出来了 太可爱了 这下 我连对他价格的那点不满都没了 留他在身边 以后的生活 一定不会无趣 男孩愣着地看着我笑 突然愣得出声 姐姐 你真好看 我挑了挑眉 没反驳 记得刚接手公司那阵 出去谈合作 对方公司的老总 十个有八个会说 只要你跟了我 这合同能立马签字 然而最后全是已被我甩了耳光为结尾 当然 合作也黄了 好不容易现在熬出头了 也该我贪图别人的美色了 伸手妈撒了几下男孩光洁的下巴 我心情不错到 所以你跟了 我也不算吃亏 为了A是广大电瓶车车主的利益着想 还是我养着你吧 毕竟姐姐最不缺的 我轻声凑近他耳朵 喝出的热气 使他的耳阔迅速变红 就是钱 高价买来的宠物 寻常的笼子可配不上 我带合庭回了 我在市中心经常住的那套公寓 刚才在车上我说完那句话 小男生经不住撩拨 直接按着我的肩膀就稳了下来 我虽然有些诧异 但没拒绝 因为滋味还不错 进了家门 何庭脸上红韵未退 在玄关处便急躁地把住我的腰 脑袋凑过来 想继续做刚才在车上未完成的事 我却按着他的额头将他推远 别急 先去洗澡 我可不想和一身血腥味的人发生点什么 男孩舔了舔被我口红晕染了的薄唇 眉挪布 视线始终盯着我的唇 我只好把着他的脸轻住一口 乖 他这才抿唇笑了 像是刚想起来害羞似的 垂着脑袋 快步走向浴室 然而 在他即将踏进浴室的瞬间 我出声叫住了他 对了 你的名字是哪两个字 在拳击场时 经理说过他的名字 但语速太快 我没听清是何还是贺 现在想来好像更偏向后者呀 如果我没记错 A是首富贺家刚从国外回来的 顽固小少爷叫贺婷 听闻他形势乖张大胆 牙子必报 吃了一点亏都要百倍讨回来 当之无愧地混是魔王一个 总而言之 是我敬而远之的那类人 听到我的问题 男孩停住脚步回过头 神态冷静自若 人可和 叫停的停 哦 我松了口气 明和性皆不相同 恕我多虑了吧 何庭回答完我的问题 便推门进了浴室 可当他即将和上门的时候 却再度被我叫住 等等 我记得你离开全场的时候 往包里塞了身份证吧 借意给我看看吗 话音刚落他僵住了 握着门把的手骤然收紧 竟生生将他从根折断 我瞳孔不受控制地缩了缩 果然有鬼 空气静默良久 他苍白着脸问 姐姐 你是不相信我吗 我笑容不变 心却渐渐沉了下去 怎么会呢 只是想多了解了解你罢了 你不愿意吗 他咽了咽口水 脑门渗出细汗 在长久的对视中 率先将视线移向了鼻措 我 我耐心终于耗尽了 脸上彻底没了笑容 叮冷的目光 无时无刻不在 给男孩施压 我再问你一遍 拿还是不拿 几秒钟后 他僵直的脊背骤然一松 任命般地走向放在玄关柜子上的双肩包 从家层里掏出一张身份证 我伸手接过 视线直接定在姓名的那一栏 何庭 我一把将身份证扔回他身上 哭笑不得地问道 你这不是没说谎吗 刚才慌过什么劲啊 他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身份证上的照片拍得太丑了 我怕你嫌弃 照片我倒没仔细看 真人都已经摆在我面前了 还在意照片干嘛呀 经过这一遭 我对何庭的疑心 算是暂时打消了 各自去洗了澡 他比我洗得快 我从二楼下来的时候 他已经在沙发上等着了 成年人之间 有时候不需要过多铺垫 仅需要一个眼神 空气中就充满诱人的气味了 不知道谁先抱住了谁 也不知道谁先吻上了谁 在呼吸交融的间隙 我含糊不轻着说 去 去卧室 闻言他狭长的美目微微睁开 有力地双臂拖起我 稳步朝屋子深处走去 随着河上的卧室门 一切声音都被隔绝在内 听不真切了 事实证明 他昨天在全场的耳语 确实没虚报 第二天我从公寓离开的时候 腿都直大晃 临走时 他站在门口依依不舍地望着我 姐姐 你什么时候再来啊 我摸了把他白皙光滑的脸颊 有空就会来 床头柜我放了卡 你用钱就从里面取 他点点头 验足地蹭了蹭我的掌心 真像一只黏人的小狗 我并不是敷衍河亭 其后的两个月 我爸有空就会来 这句话落实了彻底 作为一个商人 既然花了钱 不务尽其用能行吗 原本那套公寓 我一周能去住个两三回 还都是懒得回老宅的时候 而现在 一周最起码去五回 剩下两天 留着给河亭养身体 毕竟那事 勤了也不太好 孩子岁数还小 这天我照例忙完工作 抓起车钥匙 便急匆匆地离开了公司 我成天 俯首于各类文件中 小孩怕我脖子受不住 今天中午特地给我发了消息 说他学了几招按摩的手法 让我晚上去试试 那套公寓我买了五年 从没费心装饰过 冷清的像样板间 但自从何亭住进去 每天都有新变化 桌上多几束盛放的花 展柜里多几个乐高模型 床上多几个毛茸茸的玩偶 前几天更是不知道 他从哪弄来个拍立得 拉着我拍了厚厚一搭合照 全贴在了卧室墙上 放眼望去 逆逆 妈妈全是笑脸 不知不觉间竟有了家的样子 结束了一天疲惫的工作 有一间温暖舒适的房子 还有一个体贴温馴的情人 正是我现在需要的 实在没法不期待呀 但当我到了目的地 像往常一样推开门 却看到了出乎我意料的一幕 沙发上 一男一女隔着茶几相对而坐 神情都有些戒备 听到我开门的声音 女孩回过头 指着何婷冲我问道 小姑姑 她是谁呀 我没回答 你都没反问 你神兽回国的 来我这怎么不提前说一声 女孩叫姚磊 是我大伯家的孙女 她小时候特年我 前两年出国留学之后 联系就少了 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 姚磊嘟了嘟嘴 解释说 昨天回来的 回来参加朋友聚会 顺路来看看你 我给你发消息了 你可能没看到 哦 工作时我的私人手机是静音的 小姑姑 你还没告诉我她是谁呢 我捏了她一眼 少打听 这时候 何婷走过来 接过我脱下的外套 并蹲下身 帮我换鞋 动作非常自然 姚磊恍然大悟 啊 我懂了 小姑姑 这是你新养的棒尖吧 姚磊虽然叫我姑 但实际上只比我小五岁 今年二十二 说起话来像平辈似的毫无顾忌 我没反驳 接过何婷端来的茶喝了一口 然后指了指肩膀 给我捏捏 何婷灿然一笑 绕到我身后 骨节分明的手搭上我的肩膀 技巧性的柔暗起来 还真别说 刚捏了没几下 我就感觉舒服了不少 想必他花了不少心思在里面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越来越觉得 当初带何婷回来 是正确的选择了 乖顺 拾趣 不多话 外表看着清清冷冷的 私下却热情的不得了 如果他能一直这样 我不介意养他一辈子一辈子 我说得睁开眼 回过神不禁有些想笑 还是算了吧 他的性子太软 可能我现在图一时新鲜 感觉他还不错 但时间长了 难保不回眠 我想要携手的 明明是碰上对手有胆子 和对方博一场的男人 而不是躲在我身后 向我求救的怯懦男孩 我这些想法 屋子里其他两个人都不知道 姚磊坐在我侧面的沙发上 眼巴巴地看着何婷给我捏肩 男男道 小姑姑 我好羡慕你呀 这简直是神仙过的日子 我挑了挑眉 坦然地接受了她的羡慕 突然摇垒向上发条似的 猛地窜到我面前 小姑姑 你把她借我一天呗 我想带她去聚会 如果到时候 她能像这样 给我端茶地水 换鞋逆尖什么的 我一定辈有面子 和婷的动作顿住了 好像连呼吸都放缓了 静静地等待着我的答案 半场我笑着抿了口茶 慢悠悠地对面前满眼期待的女孩说 蕾蕾 我虽然处于金主这个角色 但我可没有把人不当人的习惯 你这么做 有点遭见人了吧 其实这就是拒绝 但姚磊听不出来 她毫不在意地撇了撇嘴 玩意儿还讲究人权 既然她拿了钱就应该抛弃人性 听同上位者的话呀 而且我看她像条狗似的 忙前忙后伺候你 整定就是喜欢这种被奴役的感觉 天生的贱骨头呢 果真任性 大伯家生的都是儿子 儿子们生的也都是儿子 唯独我二哥家生出了这么一个女儿 从小那可真是含在嘴里怕话 捧在手心怕摔 然后姚磊就被养成了这副德行 又无脑又刁蛮 侮辱人的话张口就来 我懒得再和她掰扯 刚想说什么 却被身后的何婷打断 伟雷姐 您这个上位者既然开口了 那我和您去救世了 何婷声音很轻 里面一丝情绪都没有 可要是仔细看 就能看出她毛子深醋 正酝酿了一场风暴 就像一只被惹怒了的豹子 急待把猎物拖到树上 魔力找牙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小子拆我台 猛地回头张嘴变想骂 却被男孩一句话堵了回来 姐姐 我只是不想让你们因为我 而伤了感情 我去你妈的 这性格真他妈软得够可以 既然她都这么说了 我也没理由再拒绝姚磊 烦躁地朝她摆了摆手 要走赶紧走 嘿嘿 谢谢小姑姑 丢我拎包 今晚我让你倒酒 你就倒酒 我让你擦鞋 你就擦鞋 声音渐行渐远 我捏了捏眉心 心里总有种不好的预感 果然当天深夜 我在睡梦中 被一阵铃声吵醒 接通后 那头传来摇垒的尖叫 姑 你快来啊 和庭 和庭塔 救命 我猛地坐起身来 边穿衣服 边问地址 一路上车开得飞快 半小时不到 便到了姚磊所说的 party别墅 饶师做足了心理准备 看到眼前的场景 仍被吓了一跳 偌大的别墅一楼 到处是散落的酒瓶 和食物残羹 注意百见倒的倒 歪的歪 活像刚被一场龙卷风 刚清洗过 让人无从下脚 远促几个男生扭打在一起 旁边还躺着两个 已经被揍得昏迷的男生 而女生们则色缩在角落里 抖得像筛糠 场面那叫一个惨不忍睹 我快步走到姚磊身前 一把揪住他的脖领 怎么回事 姚磊被我吼得一击铃 结结巴巴地说了事情原委 原来他把何婷带来后 向他的朋友们显摆 说这是他豢养的小白脸 随便使唤 别客气 物以类聚 他的朋友们也都是些家里有钱的二世祖 一听这话可来了兴趣 恶劣地喊着让何婷舔鞋 学狗叫 脱衣服 文言何婷笑了 真的把衣服脱了 当然只是把我给他买的那件外套脱了 板板正正地叠好 放到了高醋 紧接着 拎起离他最近 叫得最凶的那男生 就是一个过肩衰 男生们被这一手弄得猝不及防 反应过来后 纷纷向何婷扑来 何婷被七八个男生围殴 双拳敌了十几手 还揍翻好几个 剩下那几个没被揍翻的也快了 我愤恨地松开摇垒 转身朝男生那边走去 一眨眼的功夫 地上又躺了几个 只剩最后一个还在负于顽抗 何婷是练拳击的 虽说打不过强壮到变态的欧美熊 但教训几个酒囊饭袋 简直易如反掌 此时他面无表情 一拳一拳机械地往下砸 暴力的情绪顺着他的一呼一吸 从毛孔往外转 嘴里还说着 使唤我 你他妈也配 看样子用不了多久 这最后一个也得歇菜 何婷 他动作一致猛地回过头 姐 姐姐 你怎么来了 我不来 哪知道你能这么威风 何婷顶着一张满是亲子的脸 呆呆地望着我不吭声 看起来可怜兮兮的 打爽了吗 他迟疑了一瞬 点了点头 我冷哼 打爽了就起来吧 回家 回去的路上 我沉默地开车 男孩坐在副驾驶 紧张地攥紧了安全带 姐姐 你生我气了吗 生他气 好像没有吧 对方已多欺赏 没打过是他们自己垃圾 不管是道德层面 还是法律层面 和庭都没什么错 只是经此一事 A是没人再敢和姚蕾做朋友了 他那几个朋友的怒火 也够他喝一壶 谁让他大言不惭地说 何庭是他的人呢 我摇摇头感慨道 我只是不知道 我养的小男孩竟然这么凶狠 这么牙子逼豹 在我身边装了那么久累了吧 接到姚蕾电话的一瞬间 我就明白了 原来何庭早就料到了 聚会上会发生什么 他是为了报复姚蕾才去的 亏我之前 还觉得他性格软弱 原来是只在我面前软弱 在别人面前硬气着呢 何庭却急了 辩驳间破裂的嘴角 重新渗出血来 我没装 姐姐 我没装 行了 我又没怪你 你要是能一直在我面前装下去也挺好 毕竟对内乖顺 对外凶狠的小狼狗 我顿了片刻 才轻笑着继续说 还挺迷人的 这帮废物 弄来的这是什么玩意 我把项目文件撕下来 团巴团巴往床下一扔 见鬼去吧 何庭原本正坐在电脑前看动漫 见状立马点了暂停 捡起被我扔掉的纸团 展开快速看了一遍 确实 这块地产权不清晰 便宜是便宜 以后指定会发生什么样的纠纷呢 我捏了捏鼻梁 长出一口气 是啊 这么明显的漏洞我手底下的人竟然没看出来 还敢拿到我面前 纯粹给我添堵 何庭思索几秒 但也不是完全不能做 姐姐你看 她指着文件细细说了起来 我一边听着 一边望着那近在咫尺的侧脸 若有所思 自从那天回来 何庭向吃了颗定心丸 在我面前不再掩饰锋芒 那种气势和看待事物刁钻的角度 绝不是寻常家庭能养出来的 而且她对经商方面也颇有见解 如果不是从小耳濡目染 再加上系统地学过 那可真是天才了 她讲着讲着 突然被一声电话铃声打断 她拿过手机 眉头微微促起 没有避讳我 直接按了接通 说 那头的男生说了几句什么 我没大听清 好像是有客人喝多了 在肠子里闹事 何庭听完 冷冷地笑了一声 闹事就打一顿扔出去 这种批大点的事也要来烦我 你这个经理是吃单饭的吗 说吧 他挂断电话 拿起文件愣了愣 然后不好意思地笑道 抱歉 姐姐 我刚才说到哪了 我伸手揉捏着他白嫩的耳垂 眼睁睁看着那块皮肤爬上飞色 突然问道 何庭 你是谁呢 男孩盯着我看了几秒 垂下毛子 长洁在眼下投出一小片阴影 是姐姐的小狗啊 声音软软的 像调情 那不当姐姐的小狗时 你又是谁呢 他扔掉文件 一把搂住我的腰 将我带倒在被褥间 下巴蹭着我的肩膀 姐姐真的想知道吗 他呼出的气息有些烫 我不禁缩了缩脖子 嗯 想 我后来不是没悄悄调查过他 可惜一无所获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 这人的势力比我更大 甚至是大得多 一个贵少爷 费尽苦心 装作落魄拳手 只为被我豢养 挺有趣的 想必连江源都是他找来的托吧 姐姐跟我谈恋爱吧 谈了恋爱我立马告诉你 越来越放肆了 眨眼尖地上 多了几件被扯坏的衣服 我闭眼抵御着感官刺激 断断续续地说 那那还是别告诉我了 我喜欢宠物 尤其 尤其是小狗 男孩不再说话 专心做着眼前的事 很快 我就没心思想别的了 最近我时常感慨 人生何错不得意 情场得意 生意场上也得意 日子过得那叫一个风生水起 但往往这种顺利 只是命运蒙蔽人双眼的假象 前方指不定憋什么大招呢 果不其然 今天我才知道我要订婚了 爸 你没跟我开玩笑吧 我面无表情地问道 父亲坐在我对面 明明已经六十多岁的人了 外表看起来依旧很精神 甚至连白发都寥寥无几 但一开口说话 就暴露了他作为老年人的独断和执拗 当然没开玩笑 你今年已经二十七了 迟迟不恋爱不结婚 作为父亲 我必须帮帮你 可为什么偏偏是宋明 宋家小子来求过我 开出了很多对咱们家公司有利的条件 能看出来他很喜欢你 你和他在一起我放心 像我们这种人 从小受到的教育 便是把家族放在首位 做的每一件事 走的每一步路 甚至是婚姻 都要为家族的利益着想 即便我接手了公司 把规模做大了几倍 也还是没能幸免 我点点头 没再说什么 拿了张琴帖便离开了老宅 回到车上 我翻出一个号码拨了过去 刚响了一声 对面就接起来了 男人声音里透露着愉悦 小文 我还以为你要过很久才肯打给我呢 宋明 找家长这种招数 我小学就不完了 你可真有出息啊 宋明追求过我很长一段时间 但我对他这种人没兴趣 拒绝过无数次 他才终于歇了心思 没想到消停了一段时间 他竟然改从我爸那下手了 宋明在那头装模作样地叹了口气 这也是无奈之举啊 我实在是不想看到你成天 和一个乳羞未干的臭小子混在一起 他一穷二白 只会吃软饭 给不了你任何助力 但你要是跟了 我就不一样了 我能让你的事业更上一层楼 和乱不为那小文 我冷笑 宋少爷好高尚啊 行吧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顺了你的心意 订婚那天见吧 但愿他别后悔 毕竟我家有恶犬 挂了电话 我就火速去找一穷二白 只会吃软饭那小子去了 一个冗长的吻后 我将红色琴帖塞到了他手里 他兴冲冲地打开来看 嘴角的笑容逐渐消失 你要订婚了 嗯 邀请你来 何廷眼睛死死盯着我 胸膛上下起伏 可想而知里面翻涌着怎样的玉器 宋明 你喜欢他吗 我摇了摇头 在沙发上落座 插起男孩提前切好的水果 咬了一小口 又故作实不知味似地放下 什么喜欢不喜欢的 宋明求到了我爸面前 让我爸比我点头 连阴罢了 何廷沉默片刻 缓缓扯出一抹笑 眼底的音质 却怎么也藏不住 然后我就看到他妥贴地 将琴贴放进口袋里 用仿佛来自地狱的声音说 这样啊 好 我会去的 订婚那天 我没过多打扮 穿了一件普通的长裙就去了 走进宴会厅 一眼便看到 站在门口跟几个宾客 寒暄的宋明 一身剪裁良好的西装 衬得他整个人气宇宣啊 从外表看 根本看不出来 是高中时把女生弄怀孕 又甩了一打钱 逼着人家去堕胎的人渣 看到我宋明快步走过来 皱着眉上下打亮我一眼 小文 你怎么穿得这么朴素 还好我提前给你准备了礼服 快去换上吧 我吃笑一声 用不早 留着给你下次订婚用吧 她脸色顿时有些难看 但周围赋宴的宾客越来越多 她只好压下火气 故作温柔地笑道 那先进去吧 跟在宋明身后走进宴会厅 我看到我的家人和宋明的家人 正凑在一块笑容满面的说着什么 看样子对这门气室都很满意 很快 宾客们也到齐了 宋明走上台 拿着麦朗生说了几句场面话 然后把我叫到了身边 揽着我的肩说 我对姚文一见钟情 如今终于两情相悦 今天正式订婚 从此我们宋姚两家 话音被打断 只听砰的一声巨响 宴会厅的门被踹开了 一张冷凝的俊脸出现在众人面前 何廷眼中寒芒闪动 台步缓缓走来 视线直勾勾地定在宋明搭在我肩膀的右手上 宋明一眼认出了她 沉声训斥道 谁把她放进来的 保安呢 小文 你让她滚出 话音又一次戛然而止 宋明飞出去了 被何廷一脚踹在了肚子上 疼得叫都叫不出来 何廷踩着宋明的右手用力碾着 脸上带着是血的愤怒 谁给你胆子碰她的 大厅安静地可怕 所有人都被眼前的变故弄得回不过神 直到宋明又挨了几脚 宋家人才反应过来 纷纷撸起袖子往上冲 我立马张开双臂拦在他们面前 微笑着说 我知道你们很急 但你们先别急 我家孩子还没打爽 宋母木自欲猎 姚文 宋明是你未婚夫 我笑容不变 哦 这婚不是没定成吗 算哪门子的未婚夫呢 趁这件戏 何廷又补了几拳 把人打得都出气多 进气少了 才满足地转过身面对众人 嘴角挂着一抹嚣张的笑 我今儿就站着 看你们谁敢打回来 这气势还真把人吓住了 宋父哆嗦着手 指着人问我 姚文 这人是谁 我正想回话 台下突然传来一道 透着幸灾乐祸的女生 我知道她是谁 她是我姑姑养的小白脸 姚蕾 我还当是谁呢 这么大的口气 原来就是一个吃软饭的呀 是啊 姚文完的也真是够话 这小孩得比她小七八岁吧 宋家也真是够倒霉的 幸亏只是订婚 不是结婚 不然娶了这么个女人回家 嘖嘖嘖 绿帽子不得落十层楼 台下各家的夫人 七嘴八舌地讨论着 将我和何廷 从头埋胎到脚 宋母则冷笑连连 立声喝道 小枫 报警 我要让这小子 从今往后出不了监狱的门 那个叫小枫的人 快速掏出手机 然而还没等他播完号 手机突然被一个黑衣保镖拿走了 一个精神绝朔的老人 在一众保镖的簇拥下 走进厅内 他脸上明明带着笑 却莫名给人一种压迫感 宋父明显知道他是谁 连忙谦卑地攻下腰 过来扶老人 贺老 您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 有失远迎 有失远迎 贺老笑而不语 锐利的眸子 在面前剑拔弩张的人群扫了一圈 最后看向宋父 眼神仿佛在说 什么情况 宋父尴尬地笑了笑 让您见笑了 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浑小子 把我儿子打伤了 我们正要处理他呢 文言贺老了然地点了点头 扭头向何婷问道 说说吧 你为什么打他 何婷半点不处 他抢我女人 我默默邪腻了 何婷一眼没吭声 贺老中气十足地笑了几声 走过来大力拍了下何婷的肩 打得好 不愧是我贺莲锋的孙子 不做孬种 话音落地 众人齐齐到稀凉气 只有我一脸平静 啊 早就猜到了 A是首富贺家 这一辈儿有两个孩子 大儿子贺静 已经接管了企业 而小儿子贺婷 被保护得很神秘 很少出来抛头露面 更是在十几岁的时候 就送到了国外读书 A是没人知道 他长什么样 他们万万没想到 会以这种方式 见到他的庐山真面目 当然最为震惊的是宋家人 还有姚家人 他们咽了咽口水 全都不吭声了 贺老转而从保镖手里 接过一张支票 塞到了宋副手里 语重心长地说 小宋啊 他们小辈之间的感情纠葛 咱们做家长的 不便插手 但打人终归是贺婷的不对 这是我贺家的赔礼 你就别见怪了 在A是这个地界 除非是以后不想做生意了 否则谁敢和贺家叫把 宋家只能打掉牙 往肚子里咽 宋副僵硬地扯了扯嘴角 捏着支票收也不是 不收也不是 处在那尴尬极了 后面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愿由何婷大部 贺婷把我带出了宴会厅 别 哪敢劳烦贺小少爷 我自己来 贺婷幽怨地瞥了我一眼 不理会我的頤鱼 固子帮我换鞋 换完鞋又倒茶 倒完茶又帮我换家居服 等一切都忙活完 她才一头扎进我怀里 彻底不吭声了 我揉了揉身前毛茸茸的脑袋 怎么了这是 现在全A是都知道 我是你女人了 还不开心 她抬起头 唇红齿白的小脸上 挂着满满的担忧 看着就叫人心生怜惜 姐姐知道我是谁了 还会留我做小狗吗 我哭笑不得 你这是什么癖好 她摸了摸我的腰 又摸了摸我的脚 姐姐你知道吗 我第一次见你是在我的大学里 你作为年轻企业家去演讲 当时你穿着职业装和高跟鞋 墨发红唇 高贵冷艳 我见你的第一眼就想 我打断她 就想做我的小狗 她脸色可疑的红了红 再度趴进我怀里 只对你温柔的小狗 我心情好得不得了 捧着她的脑袋 凑过亲了亲她的唇 所以你回国后 在你经营的全场看到我 就自导自演了一场戏 让我把你带回家 是吗 嗯 那身份证是怎么回事 看到你的第一时间 我让经理找人加急做的 我敲了敲她的额头 行啊你 有两下子 那江源你又是花了多少钱过来的 她没想到 我猜得这么全面 尴尬到不敢和我对视 一辆Vera 那车将近三千万 便宜将圆了 比一线明星出厂费都高 人非草木 贺婷对我的好 我都看在眼里 其实 什么小狗 什么宠物之类的话 只是细眼罢了 她为了留在我身边 不惜收敛锋利的獠牙 甘愿俯首称臣 我实在没法不动容 静静相拥了一会儿 我突然出声问道 什么东西搁着我 她动了动 海绵 我笑骂 落了个体罢 你这个心机小狗 阳光和笑声洒满一事 屋内冲光正好 番外 作为独立女性 即便谈了恋爱 钱也还是要赚的 又一次和几个合作方 应酬到深夜 推杯换盏间 我喝啪了对面三个 然而就在合作的事 对方即将松口的时候 包厢的门 突然被人推开了 门口的男孩悠悠开口 姐姐都十一点了 我一时间无言以对 这次吃饭的地点 我都定在郊区了 他怎么还能找来 无奈地叹了口气 你先找个地儿坐一下 我这马上 贺庭撇了撇嘴 气鼓鼓地照做 姐姐 你以后能弄到晚上去应酬啊 我闷掉贺庭端来的醒酒汤 把碗递给他没说话 他语气变得有些急了 那些大部分都是男人 你们共处一室 我伸手打断他 指着空无一物的墙角问 看到那一堆是什么了吗 他回头看了看 什么呀 那里什么都没有啊 不 是你幻想出来的绿帽子 我继续说道 贺庭 他们一个个长得大肤甜甜的 我眼光没那么不济 再者说 我还带着你安排的保镖呢 他们也不敢对我不轨 你要是再弄这出我逃 你追 你绿帽一堆的戏码 我可要生气了呀 别耽误我赚钱 我语气十分严厉 他当时就不敢说话了 可见他低着头不吭声的样子 我又有点心软了 小孩岁数还小 还那么爱粘着我 缺乏安全感也正常 或许我确实应该多陪陪他 正当我这么想着 男孩默地抱住了我 声音埋在我颈间有些发闷 对不起姐姐 我以后不这样了 我只是太喜欢你了 我拍了拍他的后背 心软成了一滩水 和他在一起后 每一次有矛盾 先做出退让的一定是他 他将自己的位置摆得很低 像是随时担心我不要他 宁宁也是那么骄傲的一个人啊 以后我尽量早点回家 多陪陪你好不好 他不可置信地抬起头 对上我认真的神色 不禁将我抱得更紧了 温情地相拥间 我忽然想起一句话 爱会让高傲者低头 也会让冷漠者长出血肉 拥抱了他 就拥抱了整个宇宙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贤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 拜拜